大家好,这是杉杉起乐 关于油皮、豆皮、如何护肤和美妆的一个频道 今天的主题就是最爱用的彩妆产品 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爱用品的分享主题 所以这些产品其实已经是我 就不仅仅是4月或者5月最爱用的 而是我起码半年以来都非常爱用的产品 先从这个我最爱的粉底液开始 这款粉底液是亚诗兰黛的Double Wear 它的色号是1C1 它是粉调的100色 我试过他们家的粉调和黄调都试过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用 这是粉调100的颜色 它和我的肤色很贴近 然后它有微微的一点粉 对比它的黄调100颜色 它微微一点粉可以让我气色很好 但它并不会显得很粉很奇怪 对比黄调我会更喜欢这款 如果我这瓶用光的话 我想我可能会再收两瓶 就粉调100和黄调100我都会收 那它的好处就是 它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油性皮肤 并且有可能会长痘痘的皮肤 首先它妆感非常的持久 它不容易脱妆 它也不容易浮粉 也不容易卡妆 但我定妆的话 用定妆喷雾和散粉的话 它是持续一整天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其实是我用过来 效果最好的一款粉底 它的遮瑕力度非常的好 如果你脸上有毛孔和痘印 或者一点红肿痘的话 用它的话可以 有个很好的遮瑕作用 像我上粉底的 基本要求是 我并不会因为 想用粉底去盖住所有的瑕疵 这样的话 妆感会非常厚 我会先上一层 如果瑕疵遮住的话 我就会尽量的让它薄一点 然后瑕疵的话 我会用遮瑕膏再去上 这样的话 你的整个底妆就比较的自然一点 而且底妆越薄的话 其实越不容易卡粉脱妆 第三点它的好处就是 它对皮肤没有什么负担 它没有负面作用 我用的这瓶也用了很久 然后每次卸妆以后 肤色还是像原来一样的料 不会暗沉 它也不会制痘 不会堵塞毛孔 所以说它的粉底的材料还是很好的 对皮肤没有负担 这是我很喜欢的 那下面我就赶紧先说一下定妆吧 不管什么粉底 一定是要定妆的 不然我可能会撑不过四个小时 但是自同我用了这两款定妆之后 这两款是Makeup Forever的定妆产品 整天一点压力都没有 完全就是妆感就是完好如初 就像我刚刚化完妆那个样子 可以保持差不多八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那就在八个小时里 我有时会做的是 比如说我会烧菜烧饭 就是那种烟熏火燎的 完全没有问题 我有可能会在天气焦肉的时候 出去被太阳晒或者流汗的话 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去健身房跑步呀 做一些锻炼会出汗 妆效还是完全不会影响 那它还有一定的控油作用 如果不用它们的话 有可能过一段时间 我脸上就会有浮出那种油 但用它以后 哪怕我摸到自己的脸 都完全没有油光 它控油的效果非常好 我是不是忘了给你介绍它具体的名字了 当我上完粉底化 我会在粉底液 在脸上完全干了 不粘手之后 我会上这一款 这款是Makeup Forever的HD High Definition Pressed Powder 它是粉饼状的定妆散粉 它是这样白白的 但你沾到刷子上 按压在脸上之后 基本上它对你的妆容是不会有什么颜色 它是很透明的 我是买了一套套装 所以它们的瓶子都比较小 然后这款也是比它的正妆小一些的 因为我想试一下效果如何 再决定要不要买正妆 这块定妆粉饼 已经升级到一个方形的一个定妆粉饼 然后你要选颜色的话 就要选它那款白色 反正它颜色不会改变你的妆容 那这款呢是Makeup Forever Mist and Fix Setting Spray 它是定妆喷雾 但是这两款完全都不会让我长痘或者长粉丝 对我 对我的皮肤完全都没有负担 用了这两款以后都不会脱妆 8小时没有压力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哪怕我做饭做菜 烟熏活量温度很高 或者我去健身房跑步流汗 或者到外面很热的天气走 8小时完全就是妆改如初 它还有很好的控油效果 不会让我的脸上有那种油光 它的这款喷雾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 哪怕我在上完粉底之后 比如说毛孔还是有一点可以看出来的话 我用这款喷雾喷湿脸以后 它有更好的修饰毛孔作用 它会让你的粉通过那个 它的这个液体的张力 会让那些粉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就是相当于一秒钟隐形毛孔的那种效果 等它干了以后 毛孔会也是非常不明显 这种效果可以保持一整天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这两款产品 那下面我来讲下要如何使用它们 首先我的用法就是 我会先上粉底液 一般我护敷完擦完保湿面霜之后 再上一些防晒 然后我不会上妆前乳 因为我试过的几款妆前乳都会让我长痘 我会直接用我的最爱的粉底 用完粉底之后 我会用一个刷子占取HD pressed powder 然后按压在脸上 大概每个部位按压个一两次 如果比较容易出油的脸颊 或者鼻翼或者是额头的话 我会可能就按到两到三次吧 不需要按很多次 虽然它你按到脸上好像完全没有变化 但其实它已经在脸上了 所以千万不要上太多次 定妆散粉上了以后 我会等脸上完全就是干爽的时候 不会粘手的时候 然后我才会上羞绒三红高光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我会是放在散粉之后的 因为我希望它不要跟粉底这样糊在一起 你知道比较爱出油的人就不希望这些东西都粘在一起 很难受 等我上完了修容高光三红之后 然后我会再上眼妆 你确保脸上的产品都完全的很自然的服贴 在脸上完全不腻的时候 上完所有眼妆 所有的妆化完 包括眉毛化完 最后一步的话 大概距离面部大概有40厘米 差不多的距离的时候 你拿这个喷 大家可以喷三次 正面一次 左边和右边各一次 这样的话你的脸部是会有一种微微的湿的感觉 它的那种水分 在脸上如果湿了的话 也不会破坏你的妆容 相反它有一个使你毛孔更加隐形的功能 这个效果真的很好 当你化完所有其他底妆的时候 有可能你毛孔还是有点可以看得见的话 喷完这个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前不久去四方 要买了一个它的正妆产品 好 然后就是这款唇部产品 这是Smashbox Always On Matte Liquid Lipstick 它的颜色是Baby Alert 这个其实有点带粉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颜色 但是非常好非常喜欢 它也是可以几乎可以持续 如果不吃饭的话可以持续一整天 因为像我的嘴唇的话 是总是那种润润的状态 不太会干 如果像一般的唇膏的话 总是不知不觉就脱妆了 然后它是这种带粉 有一点点灰度的那个粉色 非常的好看 我一般会用一个唇刷 就是直接蘸取 然后在嘴上薄涂的话 这样的话妆感非常的自然和日常 每天的话 不管你上学还是出去的话都可以用 它也是那种哑光质疑的效果 干了以后是不会掉色的 我非常喜欢 它的价格是24美金 然后的话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眼线液 它是Kiss Me 华尔兹眼线 它的名字有点复杂 但是我买的时候 它寄给我的时候是 它叫什么 Waterproof Liquid Black 就是Kiss Me的这款 Liquid Black 我都是用眼线液笔 眼线膏啊 眼线笔我都用不了 所以它是一个极黑的眼线液 我在亚名网上买的 当时我就看哪个评价最高的 眼线液的话就买到了它 它很好用 它的优点就是很适合我这样的油眼皮 它的优点就是它不会晕装 它有一个缺点 有看到很多人也提到过 它的缺点就是 它有时候出水不是那么的畅快 有的时候比如说 我用了一星期以后 然后再用的话就化不出水来 我急死了 我说不会这么快就干掉了吧 这个也太差了 才用一个星期就干了 后来我发现 其实它的那个出水不是很好 就是说它的水在它的鼻里 但是它没有大打鼻头 有两种方法 就是结合使用 可以帮助它出水流畅 第一个方法就是 平时你储存它的时候 最好找一个容器 让它的鼻头朝下方 这样可以借助重力的作用 让它的液体到达鼻头 第二点就是 你用的时候 如果它出水不顺的话 你可以抓住它的鼻尾 这样闪 也是同样的道理 通过一个重力的作用 让它的鼻头 有汇聚更多的眼线液 我是在样米网上买的 13.49美金 说到眼部产品的话 那我说一下这款吧 这款是ELF的 Clear Brow and Lash Mascara 它是一款可以保护 你的睫毛颜色和眉毛颜色 是两用的 它有两个刷头 其实我不太分得清 那头刷那头 但我基本上是用它来刷睫毛 当我使用一款睫毛膏以后 干了以后我会用这款 再来去保护它 它的作用就是一款睫毛羽衣的作用 我试过很多不同的睫毛膏 如果我不用这款ELF的睫毛羽衣的话 都会晕到眼皮上 但是我用了它以后 基本上完全没有晕妆的烦恼 首先它就是说可以防晕 第二就是它非常的便宜 这款我已经回购了大概七八年了 我每次去超市都会一下 买个五支左右 因为它是两美金一支 差不多十刀可以买五支 我最开始买它的时候 它还只有一美金一个 你看这头是这样的刷头 其实我两头都是用 基本上都是用来刷睫毛的 这头刷头是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因为我已经用过几次 它有点染到睫毛膏的颜色 但完全不想使用 很多超市也可以买到 不过有一点奇怪的是 我在买它的时候 因为基本上每个超市 都会有这个牌子 但是这款产品 我有去过几次超市 就是不是它没有进这款产品 或者就是进了但是卖完了 所以说一旦我看到超市 有这款产品 然后我觉得自己需要的话 我就会一次买五支 对待家里几支 然后包里放一支 这样就很有安全感 这是我百分之一百特意见 这款就好拥有便宜 所以我就一直用它 但是我真的是万年回购 永远不会放弃的一款 那接下来的话呢 是这款 Malani的眉布产品 它是我有一次灌超市 正好这款打折 非常的便宜 可能就三美金左右吧 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是在超市买的 我看它在网上的价格 也是三美金左右 很便宜吧 算它的一个优点 第二点就是说 它的笔头还是很细的这种 这样它还是比较细的 不是那种很粗的 所以它还是可以画得比较精准的 它的质地是非常好上色 不会画不出来 它的持久度也是不错的 那它有一点就是它有两头 这头是刷子 还有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这种转头设计 我比较不太 不是那么喜欢用削千米刀削的 因为一下子就削走很多 而且削的话总是 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细 然后后面就变粗 就是它的使用感 就总是那么的不一样 就是你很难就完全的适应 到底是一会儿粗一会儿细 你就很难用嘛 我觉得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转头设计 它的确定就是 它的颜色对于我来说 现在有一点点的深了 我刚开始买它的时候呢 我画比较重 所以它这么深的 如果你轻轻的画的话 轻轻的画的话 还是比较浅 它的颜色现在比我发色深 我刚买它的时候 我还没有染到现在的这种棕色 原来是比较黑的 所以它就对我来说 现在有点深了 但也不是它本身的问题 我还是很喜欢它的 也许我会尝试它其他的色号 然后就是这款 这款是Makeup Forever的遮瑕膏 这款叫Makeup Forever Full Cover Camouflage Cream 这款遮瑕膏我非常的喜欢 首先呢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遮瑕力度很给力 它的质地是比较干一点的 不是那种非常的水润那种 因为它干一点 所以它的遮瑕力度好 它不容易脱张 并且它可以 它可以只要一点点 就可以遮出很多瑕疵 像我每次使用的话 我可能就挤半颗黄豆 没有那么多 半颗米粒大小 然后用小刷子 一点点的刷在脸上 就基本上脸上的瑕疵都可以遮到 它用量非常省 你看 我刚刚挤的那么 非常小的一点点 它就可以覆盖很大的部位 它的色号是 看一下 它是5号色 5号色对我来说刚好 我一般会先上完粉底液之后 再看脸上是不是 还有些瑕疵没遮住 那么粉底液均匀完肤色遮住 比较 已经有比较好的遮瑕力之后 还有一点小瑕疵的话 我用这个5号 它的颜色在粉底液上上下来的话 就是基本上可以跟粉底液融为一体 不会深 不会浅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5号色的原因 既不是提亮 也不是加深 我的那个上完粉底液的颜色 它还有一个好处 据说它的成分有一定的 怎么说 就是对痘痘好 有控制痘痘 不让痘痘发炎的效果 难怪你直接上来有长痘痘 或有点破的地方的话 它也不会让你皮肤变得更糟糕 它也是非常的持久的一款 我对它非常的满意 比我之前用的那些比较水润型的遮瑕膏 好适合我的皮肤 我比较推荐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油皮 皮有痘痘或者痘疤这种瑕疵的话 可以用它来遮 如果有一点痘坑的话 就是低于皮肤表面一点点那种凹坑的话 我是用它来遮的 我是在上粉底之前用它 在有一点点凹坑的地方刷一点 因为它质地比较厚 所以它刷出来的话 它会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在脸上就没了的那种 它就会一直呆在那里 等你是用刷的去刷刷平的之后 你再上粉底的话会觉得那个痘坑都不那么明显 它会有一点那样的作用 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你有跟我相同问题的话 非常推荐 是100%推荐 然后就是我最爱的 它是叫 它是Tarte家的 High Performance Natural Park Ave Princess 它说它是一款修容盘 其实它是极具修容腮红高光三合一的 其实我是有时候出门的话比较匆忙 我就不想去想我要敲哪块腮红 哪块修容 哪块高光 就拿起这块盘 什么都有 用刷子扫一下 非常的给力 它的材料用的很好 它不会给你皮肤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会让我长痘什么的 因为他们家都是比较喜欢用天然的成分 它还有个很好的就是它搭配的颜色 都是很适用于日常妆 像我买的这款是它的基本款 它们还出了第二代 颜色会稍有点变 看上去它的第二代的话 它的腮红会更粉一点 这款 这款是比较有一点点桃红色的腮红 在脸上还是就是很日常的那种 它的妆感是很持久的 它上妆的效果也是很日常 不会让你手中 你就我是用刷子 刷子的话刷在脸上 都不会重手 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刷两次都没有问题 你看就是这个颜色 它就比较的清淡一点 它很适合像我这种不想动脑子 就是有时候出门太匆忙的时候 拿一把大刷子刷上这个修容 在脸上扫完之后 再拿另一把刷子 高光和腮红是一把刷子 要是那种刷子的话毛会比较拖得开一点 一把刷过来的话 就是高光再上腮红朝下 你就再刷一下 就一次性的上高光和腮红 非常的好 然后这种上法的话 高光和腮红的间歇过度 就是连接和过度 非常的自然 不会觉得好像你的腮红是腮红 高光是高光 既省时又自然 非常好用 就很喜欢它这种设计 它这样 它的这三块颜色 它都有加维生素液 就是帮皮肤抗氧化 是很好的养肤功能 而且它们三款上色以后 是不显毛孔的 我非常的喜欢它们 这是我的2go box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的时候 我就直接抓起这一盘 三个颜色 刷一次修容再刷 再刷一笔的话 高光和腮红一起刷 效果非常好 非常的喜欢 那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款产品 是跟我起码有五年的这款眼影盒 12个月会过期 但我跟我五年了 它粉质一点都没有变 它是Urban Decay Naked Basic 它是那个Naked的缩小版 看我铁皮 我铁皮多严重 它的名字叫Naked Too 是一款浅咖啡色 我已经把它完成了铁皮了 然后这里有个WOS 这款淡粉红色 也是可以用来打底的 我也已经铁皮了一半了 然后其他几个颜色 我都有一定程度的用 到了还没有铁皮 尽管Naked Too已经铁皮成这样了 我还是会用刷子在它的四角 站站站还是刷 因为我太喜欢这个颜色 有时候现在 因为我现在有其他的眼影盘 当我画的不满意的时候 觉得有点夸张 有点不太的自然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Naked Too 再站起一点来修补一下 就是再给它一点大地的那种棕色 就完全就会把一个 画的有点糟的眼影效果 修补得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这款颜色 我用的特别厉害 我即使不用这个盘子的时候 我有时候都会用这个Naked Too的浅咖啡色 来修一下眼影 非常的好用 那如果像我上这场妆的话 我会这样用 我会在WOX这个浅粉红色和 Foxy这个淡黄色两个选一色来打底 所以给眼皮之后上妆会更显色 并且有个让它底妆更持久的效果 上完这个以后 我会用Naked Too来运染 大概整个眼窝都会用它 然后用这个Fent来运染眼窝的尾部 就是眼部的尾部那个地方来加深那个眼窝和 就是放大眼睛的效果 这款第一款颜色它叫Venus 它是唯一一款带一些闪粉的颜色 它的话我会打亮在眉骨的部位 可以让眉骨就是立体一点 那有的时候稍微用一点点的这个闪色 而加在眼皮上 就是让眼睛稍微有点闪闪的效果 这款黑色我用的很少 因为我不太敢用 用法就是你接近眼线的地方 可以把眼线晕开一点点 更好的过度眼线和眼影的效果 但是我又比较容易晕眼线 所以这款黑色又是接近眼线的颜色 我就不太用 我就怕它晕嘛 我基本上都是用液体眼线来画眼线 不太会用其他的产品 这六款颜色中有五款 都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 这是我最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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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颜色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抓起这个盘子开始画 或者是我要急着出门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这个画 特别的方便 不会考虑太多 又好上手 非常的喜欢 还是我们先去装rrta 油 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